这个礼拜天是父亲节哦 祝所有的爸爸们的父亲节快乐 哈喽大家好 我是若光老师 欢迎收看8月6号到8月8号 Today三分钟运势周末版哦 只要三分钟掌握周末好运气 待会我们在揭晓运势的时候分四组 第一组爱情人均TOP3 第二组工作运TOP3 第三组财运TOP3 第四组是我要提醒你的加强戒备组 同时参考你的太阳星座跟你的上升星座 一开始我们来揭晓爱情人均TOP3 上榜的第三名天蝎座 远地好运放松甜蜜 这个周末有远方的好朋友主动关心联络你 除此之外也会传来好消息 周末情侣之间可以甜蜜一下放松心情 爱情人均TOP3上榜的第二名是双鱼座 爱神降临注意宝剑哦 星期五会特别感觉到甜蜜而浪漫 有另外一半的人如胶似漆 单身的人也留意身边的机会 周末要注意身体健康哦 爱情人均运上榜的第一名是牡羊座 干财烈火避免过度哦 周末恋爱的能量很强 有另外一半的互动很火热 单身的牡羊参加人际聚会都要避免冲动 免得惹麻烦 接着我们来揭晓工作运TOP3上榜的第三名 处女座 独处思考搞定工作哦 星期五人际关系和谐 跟朋友联络感情心情愉快 星期六星期天自己静下来 把工作上的事情处理一下 工作运上榜的第二名是天平座 职场发光注意朋友往来 星期五工作表现很出色哦 人际方面应对的很好 很受人肯定 周末会帮忙朋友处理一些烦心事哦 如果有金钱的往来要量力而为 工作运上榜的第一名是摩羯座 贵人愿望带来合作哦 工作职场上有人主动找少女哦 带来很不错的合作机会 周末要注意可能会帮着家人或朋友 处理一些财务的问题 接着我们来揭晓财运TOP3上榜的第三名 巨蟹座 谨慎理财自我争执哦 这个周末很温柔的关心照顾身边的人 也会思考着怎么增加自己在职场当中的价值 扩大业绩很慷慨的为家人买单 财运上榜的第二名呢 是双子座 正财走望注意口舌 周五呢正财运很望哦 认真工作有很好的收获 周末呢要注意啊交通方面的安全哦 同时注意你讲话表达的方式 避免祸从口出 财运呢上榜的第一名呢 是射手座 共同资源带来利多 帮忙处理家人啊 共同财务方面的课题哦 可能会为你带来好处 做仲介业务工作的财运良好 周末呢要避免强出头哦 生活会比较平顺 最后呢我们来揭晓 加强戒备的这一组啊 上榜的第三名 狮子座 适缓则缘 避免过度自我 最近的能量啊 非常的强大 自我意识很强哦 周末呢恐怕太敏感 容易起纷争 不要把别人的批评啊 放在信上啊 自己找点乐子去 下场戒备上榜的第二名呢 是金牛座 多方压力自我平衡 这个周末呢要多注意啊 家庭当中的气氛哦 家人可能呢争吵不休 或许呢遇到了难题 带给你很大的压力 你也会很想要反抗耶 尽量的平心静气 找方法释放一下 这张戒备呢 上榜的第一名呢 是雪瓶座 人聚伴侣感觉苦涩哦 注意呢 是不是生活压力太大了 也太久没有跟另外一半 好好的沟通 如果呢一直冰冷的对待别人啊 这个周末会遇到很强烈的反弹哦 更多呢 整体星座运势 与天象分析的内容啊 请参考影片页面内文栏中的连结哦 有任何的建议与想法 也欢迎留言给我们 也请所有的好朋友们呢 记得按赞分享与订阅 Light Today官方账号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啊 早上八点准时上线 记得天天收看哦 我们下周一见 还有等待会儿 我们下周一见 还有把词 优优独播了 我们下周一见 reinfor 所以